好同学们搞定了房屋租赁合同 我们再来看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呢 从重要性上来说呢 我们今年给了两颗星啊 两颗星 他在18年考了判断和综合 19年呢也是考了判断题和主观题 只不过那是考的简答 而20和21年都是以单选题的形式来考核的 融资租赁合同呢 它本身呢 其实难度没有那么大 内容呢 也没有租赁合同那么多 但是呢 你要想搞定融资租赁 你必须得把融资租赁里边的三方关系 两个合同和两个时间段抓住 融资租赁 我们之所以说它不难 主要是因为你们在会计上也学融资租赁 你们在财管里也学融资租赁 会计上学的是融资租赁的核算 财管里边学的是融资租赁 筹资成本的计算 对吧 那到了我们经济法里面讲融资租赁 讲什么 我们更关注的是权力和义务 所以这块我们要求大家必须分清楚 三方关系是什么 两个合同是什么 你得站对了角度 你到底站在哪个合同角度上去看 再有一个 你得把两个时间段分开 因为在会计上和在财管上 我们对融资租赁 默认的都是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归 成租人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日常的生产经济过程当中 也确实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法律 它不会只考虑一种情况 它会考虑多种可能性 而在法律的多种可能性当中 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 既有可能归出租人所有 也有可能归成租人所有 所以我们就要求大家 能够准确把握两个时段 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搞定了 融资租赁合同 非常轻松 那咱们首先来看三方关系 三方关系两个合同当中 首先有出租人和成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 这个租赁合同呢 它的周期较长 权力义务较大 金额较高 对吧 事实上呢 站在成租人的角度 它呢 是一种融资模式 是我现在需要用这个设备生产 我现在没有钱 我找一个设备租赁公司 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取得设备 这是它的一种筹资的方式 而通常情况下呢 作为出租人 他呢 要这个设备是没有用的 他也不生产 他只是为了赚利息 因此呢 我们说他呢 就有分期付款购买设备的这种性质 同时也具备所有权保留的特征 这个后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都有体现 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形 我们通常情况下 这个设备的所有权是归成租人的 对吧 这就是一般情况 好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合同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买卖合同的 对吧 出租人 他没有这个设备 那你要租我得给你买 所以他呢 要根据成租人的选择 找一个出卖人来购买这个设备 所以他跟出卖人之间 就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 但是这个设备是发给出租人的吗 我们说不是 他是发给成租人的 这就相当于是向第三人旅行 向第三人旅行是站在买卖合同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当时讲的是说把这个东西调个个 对吧 这就是三方关系两个合同 三方关系当中注意买售人和出租人 他是一个人 好 那么我们所谓的两个时段是什么 两个时段指的是租赁期内和租赁期满 这两个时段影响什么 影响的实际上是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类似于分期付款购买设备 又类似于所有权保留 因为虽然说这个东西我要了没用 你将来生产你有用 所以我们默认将来你肯定是要取得这个设备的 而我在租赁期内已经获得回报了 我要这设备没用 所以将来我肯定以很极低的代价就把这设备给你了 你也一定会要 所以会计核算的时候 我们都是按照成都人的财产来核算 来集体折旧等等的 但是你得知道租赁期内 它的所有权就是没转移的 而租赁期满也不一定归成都人所有 所以这一块把它分清楚 这个内容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规定 来看具体规定 首先第一个就是合同形式 融资租赁合同 由于金额较高 权力义务较大 周期较长 所以我们要求他必须采用钥匙 格式 也就是收面形式 这是没有例外的 对吧 融资租赁 建设工程 技术开发 前前后后说过很多次 考题也考过 必须知道 好 那么接下来 是当事人的权力与义务 首先第一个是租赁物质量瑕疵 维修义务和风险承担 我们先看第一条 说出租人根据成租人 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 定立的买卖合同 未经成租人同意 出租人不得变更与成租人 有关的合同内容 这个好理解吧 因为你这个是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我是生产厂家 我要买设备 我要用设备 你是根据我的选择 来跟卖方签的买卖合同 你不能不经过我同意 就擅自变更合同内容 你变了 那就不是我要的那个东西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假公司和乙公司约定 我要购买一套M生产线 M生产线 那你去帮我买 这条生产线价值一千万 我那租五年 每年给你三百万 乙公司一算 五年我能拿到一千五百万 我还能赚五百万利息 是吧 他同意了 于是呢 乙呢 就根据假的选择 找到了丙 设备生产厂家 那正常你应该定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定M设备啊 所以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 三方达成的 说你给假发 是吧 然后三方达成了 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 这个合同的标的是什么 是M设备 M设备的金额是多少 是一千万 对吧 结果呢签完了之后呢 签完了之后呢 这个饼就找了 就跟你说了 说这个 你要的这个M设备吧 我们现在有点驱货 你要 要不是没有 你得等半年 我们才能有货 我们有一个同型号的替代的生产线 叫W生产线 这个W生产线啊 价格还便宜 是吧 就性能差不多 你如果要要的话 这不是就替代了吗 是吧 然后我给你优惠点 我给你这么着 800万就卖给你 一算挺合适的是吧 你看我这平白无故 少花200万 那我就能多挣200万 然后呢 他就问这个饼 说你这设备 跟这M设备能一样吗 他也差不多呀 你看一个M一个W 你让他倒个个 不就一样了吗 是吧 一看还真是哈 倒个个就一样了 于是他就同意了 结果呢 等到饼给甲发货的时候 甲拿过来一看 满不是那么回事 是吧 我要的是M设备 你给我发个W设备 算怎么回事 对吧 这就叫做出租人 根据成租人 对出卖人 租赁物的选择 定立的买卖合同 如果未经成租人 甲公司的同意 那么出租人 以公司 不得与出卖人 丙公司 擅自变更 与成租人 甲公司 有关的合同内容 懂了吧 所以像这种条款 你说考个主关题 是不是很容易啊 就把我刚才举的例子 细化一下 就可以作为提干了 对吧 好 第二条 说出租人应当保证 成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租赁物如果不符合约定 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 出租人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是成租人 依赖出租人的技能 确定租赁物 或者出租人干预了租赁物 选择的是出来的 就正常情况下 假公司 你要用的设备 什么型号的 M型号的 怎么用 是不是你最清楚啊 我作为一个设备租赁公司 我也不用这个设备 反正你让我上谁那买 买什么 我就上谁那买 我就买什么就完事了 买回来之后 这个东西不好用 你赖得着我吗 赖不着吧 所以如果租赁物不符合约定 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 原则上 出租人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是呢 假公司找到了乙公司 跟乙公司说了 我要用一个M设备 秉公司有 合同价款是一千万 我租五年 我每年给你三百万 你去帮我买一下去 乙公司说了 你要想用M设备可以 但是你要想从我这儿买 你不能从秉公司买 你得从丁公司买 为什么呀 因为从丁公司买一千万 从丁公司买九百万 乙公司跟丁公司有勾 他说了你从这儿买 我就给你租赁 这个是不是干预了 租赁物选择了 结果丁公司发给 假公司的这个M设备 它是个坏的 那不符合约定 那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就要承担责任 谁让你干预选择的 这就是第二条 好 接下来第三条 说租赁期间 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由乘租人承担 你要正常情况下 你的设备是吧 你用坏了 你让我给你修 我也不用这个设备 我也不懂设备 我就是一玩钱的 我咋给你修啊 我也没师傅 我也没工人 对吧 所以他跟一般的租赁合同的 特点在于 一般的租赁合同 维修义务是出租人承担 但是融资租赁合同 维修义务是由成租人承担的 好 接下来第四条 说成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损害 或者财产损失的 应有成租人赔偿损失 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好理解吧 你的设备 你用的过程当中 把工人的什么手指头压了 脚指头碾了的 这个也不是我出租人用 也不是我的责任 谁用的谁担责呗 所以成租人自己赔 出租人不担责 所以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 标的物的质量瑕疵 维修义务和风险承担 这个一般情况下 跟人家出租人没关系 除非出租人干预了 标的物的选择 他才要对这个质量瑕疵 承担责任 好接下来 第五条是一个新增内容 但是它是一个常识 说成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毁损灭失的 出租人有权请求成租人 继续支付租金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出来 东西租给你了 你说好了租五年我才买的 是吧花了一千万 结果你就用了一年 刚给了我三百万 东西坏了 你就说后边租金不付了 你开玩笑呢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是分期付款购买设备 你既然分期付款购买 设备买回去你用 好坏那是你的问题 你按月给我钱 那是你的责任 我不管这个设备好坏 对吧 跟我没关系 该给的钱你不能少 好接下来 第二一个 成租人的索赔权 这个呢今天有所调整 但是调整力度不是特别大 我们一起来看 说出租人出卖人成租人可以约定 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 由成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成租人行使索赔权利 出租人应当协助 这不就是向第三人履行吗 利他合同吗 所以如果出租人出卖人成租人 他们之间约定了 那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 就赋予了第三人向债务人追责的权利 所以这种情况下 出卖人如果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 他不发货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成租人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人就可以向出卖人 直接行使索赔的权利了 没有问题吧 而且我们说了 行使权利的话 出租人要予以协助 因为你们俩签的合同 这个是老规定 没有变 那么今年所谓的调整 实际上就是加了第二个内容 成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利 如果失败了 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两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作为出租人 他明知租赁物有质量瑕疵 但是他不告知成租人 就出租人是恶意的 第二个就是成租人行使索赔权利时 作为出租人 没有提供必要的协助 就是没有提供这份买卖合同 导致成租人行权失败 总之就是出租人一定是有责任 所以这一块内容考不了主官体 客官体考判定又是常识 就不重要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条 说出租人 如果待遇行使只能由其对出卖人行使的索赔的权利 造成了成租人损失的 成租人就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三方协议当中规定的成租人对出卖人索赔的权利 他是通过约定来赋予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约定 作为我们的成租人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人 他就没有向出卖人追责的权利 因为毕竟他不是合同的当事人 因此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出租人 待遇行使只能由其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利的情形 由于他待遇行使 害及了我们的成租人的权利了 那么成租人就可以要求其赔偿了 这些都是今年的一些新增内容 但是难度都不大 了解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内容 是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 第一条又是今年新增内容 说成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 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 投资入股或以其他方式处分 出租人可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所有权保留 所有权保留的话 你不当处分标的物 我是不是就可以取回啊 那在融资租赁合同里边 就是我解除合同了 把东西拿回来 是吧 好 接下来第二条 说成租人应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 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物 催告解除的情形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分期付款 相当于分期付款购买设备吗 未付到期价款 达到全部价款五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物 只不过在融资租赁里边 我们没有五分之一这个限制而已 对吧 好 接着往下来 是第四个内容 提及到了租赁物的归属 咱们先说租赁期间 租赁期间呢 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为什么因为租赁期间内 出租人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实现呢 这个设备我花一千万买的 你刚给了我一年的租金 我刚拿到了三百万的租金 我的权利 我所追求的利润实现了吗 没实现 所以我们叫所有权保留吗 所有权保留 记住了 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那么正因为出租人享有租赁物所有权 所以成租人破产的时候 这个租赁物属于成租人破产财产吗 就不属于破产财产 对吧 你们的会计上 它是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前提下去考量的 你们就不会考量破产的问题 法律里面 它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好 提示大家注意 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的 未经登记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因为这个租赁物是谁占有的 是成租人在占有 所以我们要保护交易的安全 因此这一条就跟我们上面这一条就对上了 是吧 哪一条 就是他吗 对吧 成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 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以其他方式处分 出租人可以解除租赁物合同 但是标的物你不一定拿得回来 因为如果满足这个叫无权处分吧 无权处分往后接什么 往后接 善意取得吗 所以对到后边就是这一条 是吧 如果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 你要登记 你如果不经登记 你就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好 接着往下来 是租赁其满 租赁其满呢 出租人和成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 借满之后租赁物的归属 一般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约定租赁期满之后 租赁物归成租人所有 或者成租人可以以极小的代价来获得租赁物 因为出租人他确实要这东西没有用 他不生产 这个东西你放到生产的厂家手里面 它是设备 它能带来利润 你放到一个不是生产的企业里面 他除了占地方 你还要给他支付租金产生费用以外 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价值的 对吗 而出租人的利益在租赁期间内 已经通过租金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他要设备干嘛 所以通常都会约定归成租人所有 但是有没有例外 肯定也有例外 对吧 所以说当事人如果约定出租赁期间 借满租赁物归成租人所有的 成租人已经支付了大部分租金 但是无力支付剩余租金的 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 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 如果超过了成租人欠付租金 以及其他合理费用的 成租人可以要求相应的返还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所有权保留里边 那个出卖人的取回权 和买兽人的回赎权的问题吗 买兽人如果在规定的回赎期内 没有赎回标的物 那我们的出卖人就可以将其出售 如果出售所得价款 超过了买兽人 剩余的应支付的价款的部分 那应当返还给我们的买兽人 不就是一个意思吗 所以那块懂了 这块自然就懂了 好接着来第三条 说租赁双方对租赁物的归属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可以补充协议 如果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如果仍然不能确定的 同学们这是什么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它也是个租赁合同 所以租赁物的所有权 就是归出租人所有 好接下来第四条 说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 成租人仅需要向出租人支付 象征性价款的 视为约定的租金义务履行完毕后 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成租人 这个是主观提考点 为什么上面这一堆都是客观提考点 因为这些都是特殊情况 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一般不太轻易发生的情况 而第四条才是一个正常的 实践当中的常见情况 所以你考你考主流方向 主观提考你就应该考这条 对吧 双方约定了租赁物 价款一千万 租五年 每年给三百万 租赁期满 成租人可以支付一千元 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一个价值一千万的设备 让你花一千块钱 就能取得他的所有权 虽然他用了五年了 你告诉我你买不买 他就是卖废品 也比这个价钱高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 成租人仅需向出租人支付 象征性加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由于成租人一定会买 所以我们就视为 约定的租金义务履行完毕之后 租赁物的所有权 归成租人所有 讲理吧 好了 我们来看题 这是2021年卷一的单选题 这道题说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融资租赁合同中 租赁物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谁 A说成租人破产的租赁物 属于破产财产 成租人在租赁期限内 是属于 租赁物是属于出租人的 所以成租人破产 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错了吧 B说成租人履行 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因为出租人他不懂设备 你让他修他也修不了 正确 C说在租赁期间 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正确 D说出租人和成租人可以约定 租赁期限借满租赁物的归属 正确 答案就是A了 好 2021年捐二的单选题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 大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物合同 合同约定 根据乙公司的选择 甲公司向秉公司订购一台 大型机械设备 出租给乙公司使用 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租金 下列关于甲公司权利义务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谁 甲公司是出租方 是买售人 是吧 身份搞定 往下看 A说乙公司占有机械设备期间 该机械设备造成第三人人身伤害的 甲公司承担责任 跟他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A错了 B说甲公司要求秉公司 变更订购机械设备型号 无需经乙公司同意 未经成租人同意 能够擅自变更 与成租人有关的内容吗 不能 错了 所以说乙公司占有机械设备期间 甲公司履行该机械设备的维修义务 维修义务谁履行 成租人自己秀 跟出租人 没关系 D说在租赁期限内 甲公司享有该机械设备的所有权正确 所以答案就是D了 实际上你看 2021年 券1跟券2这两道题 只不过就是一个用原文考 一个用案例考 内容上大同效益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有关于融资租赁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融资租赁呢 内容不多 难度呢 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难度不大的前提 是在于 大家要能够把三方关系 两个合同 两个期间 区分清楚 你能区分清楚 它就不难 你要是区分不清楚 它就揉到一块 揪乱套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 在融资租赁当中 我们介绍了成都人的权利和责任 成都人的权利 他有一个买卖合同 变更的同意权 那出租人 根据成都人的选择 与出卖人定立的买卖合同 如果未经成都人同意 是不能够擅自变更 与成都人有关的合同内容的 我们叫买卖合同 变更同意权 第二一个呢 我们说成都人 他还有索赔的权利 出租人出卖人和成都人三方 根据合同约定 有出卖人直接向我们的成都人交付标的物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交付 如果出卖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话 那么作为我们的成都人 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出卖人 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而如果是成都人追责 我们的出租人是要予以配合的 那在这儿我们又规定了两种不配合的情形下 他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一个是明知有瑕疵不告知 还有一个 就是应当配合 他不配合的问题 再有一个呢 我们在这儿还介绍了一个 他待于行使权利的问题 必须由他去行使的追责权 如果作为我们的这个出租人不去行使 危及到了 或者说损害了成都人利益的 成都人就可以要求他赔偿 是吧 这是在索赔权里面提及的 然后呢 就是义务 成都人 质量瑕疵 维修 风险承担 都是他的 对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租赁物质量不符合约定 跟出租人没关系 除非出租人 他干预了租赁物的选择 这是除外的 那租赁期间租赁物的维修义务造成第三人的损失 这些风险的承担 都是由成都人承担 同时呢 我们今天又新增了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毁损后 那作为成都人 仍然要向我们的出租人支付租金 但是合同有约定 除外 然后介绍了出租人的合同的解除权 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 其实就是未付到期价款 那个分期付款的那一块的规定 只不过他没有那个五分之一的限制 对吧 所以如果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经催告仍不支付 我们就可以选择解除合同了 后边呢 就是租赁物的归属了 租赁期间 注意租赁物的所有权 是归出租人所有的 所以他不属于成都人的破产财产 而租赁期满呢 当事人可以约定租赁物的归属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达不成补充协议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交易习惯 仍然无法确定 是归出租人所有的 那么这一块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他约定了 作为我们的成都人 在租赁合同届满时 可以以这个象征性的价款 来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 那就视为在这个约定的 租金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后 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成都人所有 以上就是有关于融资租赁 这一部分的所有的主要内容 和核心内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